恋爱中的小伙伴们都是怎么称呼另一半呢 不管是老公老婆还是宝贝早就已经过时了 最近看了甜宠剧《我喜欢你》之后 小编就直接被赵露丝和露金的恋爱给吸粉了 虽然也是大叔和少女的恋爱 但这一对却格外的甜 尤其是在称呼这方面 他们就创新了很多不一样的内容 露金的脾气又龟毛又嘴硬 所以一开始顾生男就问他叫绿龟毛 这样的叫法简直不要太形象 后来露金还直接送了赵露丝一只小乌龟 这是直接承认自己这个称呼了吗 提出了做菜还债的想法之后 露金就一直在顾生男家里吃饭 在这么暧昧的灯光和环境之下 露金又想让顾生男问自己叫静哥哥 这怎么能够符合霸道总裁的人说呢 果然温骚的老男人还是喜欢静哥哥这种叫法呢 不过以上这几种都是顾生男对露金的叫法 就露金这么龟毛的性格 会怎么称呼顾生男呢 他们两个人的相遇就是一场闹剧 顾生男因为划错了车而被直接抓包 之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都充满了火药味 先是露金误喝了没有主食的蘑菇汤 被顾生男放下肥皂水后 疯狂的吐泡泡 后来又被冲气的玩偶给弹进了泳池里 这家子一下就住进了医院成为了顾生男的债主 光是好吃的修理费就需要好多钱了 现在又有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等 这不就要了顾生男的面 还好露金提出了做菜还炸的办法 顾生男算是松了一口气 之后露金高级餐厅的地点 就转移到了顾生男的家里 桶子楼对一个霸道总裁来说 显得有点咯咯不入 不过有着美食作为诱惑 露金还是战胜了一切 一男一女共处一室还是这么私密的环境 肯定要摩擦出来爱情的小火花 这不在露金的大一东之后 顾生男就沦向了 这再也不着急坑钱来还债了 而是想方设法打着免单 最后露金还真的像是个这个家里的男主人一样 他收外卖的时候 意外得知顾生男的网名叫做赵敏 于是他也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张无忌 面对顾生男的诱惑 他更是说出了这样的宠妻甜话 我这个版本没有周芷若 意思不就是只有赵敏吗 也表示了他只喜欢顾生男一个人 这个时候小伙伴们学到了吗 叫老公老婆什么的早就落伍了 来试试露金对顾生男的称呼吧 小编在看剧的时候就甜到上头 简直太会撩了 不得不说露金这个老男人怎么这么会来世呢 让小编都想重新谈恋爱了呢 那么小伙伴们看了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来好看视频 分享美好 看见世界